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家庭浪安居》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逸轩 相信大家在工作网络的时候回到家 当然第一时间脱了一雙鞋 就立刻冲到沙发里 可以舒舒服服地 挖一挖 看电视 所以在深水清的你 就想打造一张 比较属于自己舒服 即是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沙发 有见及此 今次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嘉宾 就是沙发的专家 Frankie 跟大家讲解一下 沙发上的一些问题 Franki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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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我们现时 在香港市场上买到的沙发 一般在哪些地方 入口会比较多一些 如果入口就最主要分 欧洲或者国内 欧洲就有意大利 德国或者中国这些地方 很多时候现在已经是中国市场 其实那个价钱方面会不会相差特别大呢 相差特别大就是 因为有很多牌子就会是意大利原装去做 它在那边运回来就会比较贵一点 但是现在有很多是那边的牌子 或者是外国的牌子 就是厂已经在国内了 那些会比较便宜一点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说 例如意大利做的沙发是特别漂亮的 其实他们会不会说有什么漂亮的 有优胜之处是吸引到很多朋友都去追捧他们 因为其实那边的沙发本身是人手做出来的 他们最主要是说手工 其实是一个手工艺 他们做就会因为时间的经验是比较久的 所以他们做出来和用料是比较漂亮的 比如说我们常说坐到一些沙发很舒服的 在里面的物料其实里面的物料是否真的很重要呢 除了外观之外 是很重要的 里面通常是什么物料居多的 现在通常是多数是一些海绵 再加了一些蛋黄去混合 再在结构上还会有些胀带 会比较一个回弹性 所以坐下去的感觉其实会有分别 有时候可能会硬一点 有些软一点 其实是在那个物料那里去煎走 比如说我们常说意大利的沙发是很有名的 其实里面的手工加上外面的手工 全部都说是人手制造 但是你说一般来说 如果真的要真真正正去做一张沙发 其实需时要多久呢 需时其实它分了很多不同的细节的部位 大概做一张沙发是一个teamwork 其实如果做一张沙发大概几天就可以做到 就是以你的经验来说 怎样才为之一张好的沙发呢 本身要看看是什么物料 如果举例是说皮的话 本身要看看沙发是否全真皮还是半真皮 全真皮的意思是整张都是真皮 就变成了在用料上就会有出入 因为颜色都会有少少色叉 再会看看碰口位或者用皮的量 款式 最重要当然要坐下来舒服 就算我轻轻摊在看电视也想要舒服 就算是最好 比如说好像你刚才说到 真皮和半真皮 其实大家不是说很懂得分 其实应该怎样去分别 怎样去为之真皮和半真皮 原理上也是怎样的呢 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分其实最主要是摸一下它 因为它其实是会分辨到的 如果说不是真皮 即是俗称仿皮 其实摸下去是比较一些胶的质感 如果真皮摸下去是柔软和有弹性的 最主要的分别是这里 而且你看到颜色会有色差的分别 其实真皮来说 有没有说好像现在我们的沙发 都是五花八门 很漂亮很多不同的颜色 会不会说真皮也是局限于有几种颜色 还是说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 真皮也可以做到不同的颜色 现在的技术已经都很先进了 已经可以浸陷到很多不同的颜色 基本上差不多说得出的都会有 比如好像我们现在这样说 刚才说意大利的沙发 它进口来香港 比如说一张现成的沙发 进口来 还有我订造一张沙发 其实价钱会不会差很远的呢 会有一个距离的 如果获广的 range 大概可能会差一半左右 就是差成一半的 可能一张一万元的沙发 可能都差成几千元的 可以再多一点 比如说市面上 我们说订造傢俱的服务 通常我们下 order的时候 其实可以做到有多少理想的一个效果呢 好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我们平时都会坐的一些三个位的大沙发 甚至乎我们有一些叫太后耳的长型的沙发呢 其实会不会说有一些很特别刁钻的款式 是要特别去和你们设计师 甚至乎那些它再沟通整出来的呢 本身我们公司会迎合这一班客人 因为其实很多香港的楼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摆梳化的位置 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不一定是对正的厅 或者有些斜角或者有些三角位 那些就需要去特别去订造 比如可能会做到一些V型的沙发 或者有些转角形 可以完全去遷就对厅 对电视这样去做 比如说有时候那张沙发 舒服和对着一些 比如说刚才看电视真的很重要 会不会说有时要有些什么特别的设计 去说辅助我们坐都坐得舒服一点 那样的现实的技术 技术就会有很多不同去选择 但是其实每个坐沙发 每个人就个人喜好 有些就喜欢坐一些很软身 好像想包住整个人 有些就喜欢坐硬身 其实视乎每个人不同 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这类型的款式和物料 就是被人选择的 比如你说现在 你都知道香港的天气 常常是时冷又时热的 会令到大家就算坐一张沙发 又怕热又怕冷 其实现在如果我真的要订造一张沙发 可以选择什么物料 可以打造一张适合自己 觉得又太冷又太热的那些沙发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选择用料方面去想 如果怕热的最好就不要选择仿皮的沙发 为什么呢 因为仿皮本身是一个胶的物料 所以它不能透气 你坐下去就会越坐越热 如果说真皮和布 本身都可以疏气 所以坐下去就会舒服一点 而布呢 如果冬天当然布 可能会温暖一点 通常现在在市面上 我们真的想打造一张完美的沙发 就是适合自己的 有多少物料可以选择呢 如果说真皮大致上就会分几类 有黄牛皮 水牛皮 现在我们公司最着重用的叫圆青皮 它是皮里面最贵的 亦都是最舒服的 布那方面 其实有很多种千变万化 颜色 pattern 都可以很多去配搭 看到Frankie所说之后 今天也有带了很多不同的图片 给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其实在沙发上面 原来也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和不同的布料 不如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吗 好 图中这张其实是一张四人的座位 可以再配搭前面有一个奥特曼 即是一个浪脚的脚踏 方便可以搬来搬去用 这张就是水牛皮沙发 所以质感就会比较漂亮 那这个呢 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贵菲尔L型的组合式梳化 贵菲尔 是的 我们就叫贵菲尔 所以形态上看起来 腺条会比较漂亮 嗯 其实我看到真的很舒服 这个是不是布料 是的 这个就是布料 所以你看到颜色可以很sharp 和很warm的感觉 那布那方面 可以有不同的pattern去撞 都可以的 嗯 看来它很舒服 另外这个我都喜欢白色 是的 这个呢 这个就是一个功能的梳化 它的头柄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坐 我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梳化 譬如好像这一张又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张最特别的它剪裁那方面就是说用皮量 它全部都是一幅过一幅过去摺的 是 所以用皮量那方面就比较大 但是也看到它的薄皮薄口位是会少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简结的 嗯 这些就比较适合一些小家庭的两人座位 也是布梳化 可能会配合一个比较大的奥图文 可以当成茶几用的 嗯 其实一般来说 现在如果真的要订做一张梳化 是不是真的 我要想得出古灵精怪的那个形状都会有的呢 那又不一定 哈哈哈哈 基本上如果想到的都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的 嗯 那大家能否听到Frankie讲解这些梳化的形状的时候呢 让大家示范一下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家庭乐餐居 对不起 自七十年代开始 香港每年都会诞生洁清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工作表现优秀 而且肯回馈社会 洁清未必一定是亿万身家 也未必一定是名中名人 之所以因为是洁清 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加多 一个请他们上来聊聊天 聊聊自己 聊聊社会 聊聊如何清出于难的节目 清出于难 约定你 潮流夜 热满夜 以前玩不少啦 等我们的四哥带你们看清楚游客香港啦 开开心心买漂亮东西 还跟嘉宾聊聊天 带你享受一下 四哥带你四位游 你还不跟着你 由渝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荣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行各业都有汉马功劳 你在哪些行业曾经出力过呢 我又在哪些行业都默默耕耘 透过各行各业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行各业你不用错过 全新电视频道A Plus优质生活堂 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饮食 高消费娱乐 金融财经 时相潮流 品味消限 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还有玄学宗教 宠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 Plus开创 继续回到家庭浪安居完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有軒 在我身边的 就是今天的嘉宾 就是Frankie 讲解梳化这些布料的问题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 上一节的时候 就讲解了很多 就是关于我们 比如说梳化上面的质地 好像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块 就是叫做圆青皮 你刚才介绍过 也都说是现在来说 最贵的一个物料 其实 为什么会这么贵 还有有什么不同之处 它本身因为圆青皮 它是纯上天然 它就这样浸染上色 没有什么经过去收色 它保留原本的牛皮纹 那个纹理 完完全全的可以表露出来 还有你摸上手是很柔软的 跟本身其他黄牛皮 或者水牛皮的分别是不同的 因为它们那些纹多数都会经过机器加工 会压到出来的纹会一样 而且会比较硬 而且会比较硬 我看到的时候 以前旧色的真皮 都是比较厚 而且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舒服 摸上去硬是很硬 其实这些圆青皮 那些都是真皮 是的 实际上是真皮 100%真皮 但是它们比如说浸染的时候 都可不可以浸到另外一些 好像我们特别的颜色 还是这些都算是 轻轻浸染一些 比较天然的颜色 都不会的 因为它本身是 本身制造你想要什么颜色 它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它没有什么经过加工 很多香港人都喜欢天然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因为保留了天然 所以才可以那么软身 那么弹性 譬如说好像我这样 可能我试布料的时候 都会轻轻扯一扯它 其实我们这些布料 会不会说做了梳化之后 要特别如何去镜石它 还是要特别如何去保养 还有就是说 譬如说我看到真皮 我们拉的时候 好像都不会特别变形 会不会这样的 真皮就不会 因为它本身的皮 它的弹性是很强的 它的回弹性也很强 比其他仿皮的物料完全不同 也是内容很多 其实打理方面也很简单 平时如果清洁 用海绵 浸一点水去打圈 清洁一下 然后用海绵没有抹就可以了 如果说在污漬上 譬如说再简单一点 可以开一些蚕碱水 蚕碱水也可以 蚕碱水也可以 如果再想好一些 可以去百货公司买 有些是专门用来抹皮的 可以当它是一个润肤的性质 这样 譬如说以前我们经常听到 不要用水去抹 其实是误区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 用水去抹是最好的 其实最好 但是记住要抹完之后 接着要用光布抹走一些水 不要让它有水印在面上 即是不能让它滲下去 最好就是抹完那些污漬的时候 就立刻抹干它 对了 而且本身的皮是天然 它会越用越漂亮 不需要特别说 用一些有纳的东西去抹下去 让它反光 反而可能会伤害它本身的皮的面 因为皮的纹理那些 如果在放大镜上看 其实会看到毛孔 如果你用有纳的东西抹了 它可能会遮住毛孔 其实是不需要的 这样反而是错误的 大家就以为 就是越抹得它反光 就越漂亮 其实就不适合的 它自然会漂亮 但是好像有些朋友就问 其实一般的梳化保养 其实一般一张梳化来说 可以用到多少年 最基本的 都是要视乎免料 如果你不计免料的错 五至十年都没问题 五至十年都可以 因为现在现代改了很多做法 好像刚才之前也有提及过 因为里面都会加了一些蛋黄 有些不同的物料 而且现在在款式上 在梳化的坐的位置 有很多都已经可以 滴得开的 可以变成有时候 比如说我坐轮了 或者旧了 我们可以做到 可以只换回里面的内膽 可以继续去坐 如果做真皮的话 寿命基本上 如果久一点的话 可以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布方面可能会差一点 布料始终没那么耐 但是布料可以整天换 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款式 现在市面上的梳化 通常都已经很少 我们以前已经盯着它 去做 都可以换入里面的 很多都可以换 很多都可以换 其实有些朋友就说 我本身的梳化 以及我们现在 经常都听到那些叫做梳化床 其实製造方面 会不会有些 那个价钱上面 有相抗 又会差多少呢 还是保养方面 又一不一样呢 如果梳化床方面 其实如果说做 可以分两类 有些最简单 就是在座位 反到地下 另外一种 就好像经常去酒店 就看到了 拿开个座位 可以整个床架 一开出来 连着箭浴在里面 其实做法 一定会比梳化贵 因为它用的料会多了 但是是一个 挺方便的用法 比如说 好像现在又流行很多 你刚才所说的 有些叫做布艺的梳化 就是用布去做的 其实有没有说 一个很与坏之分的 其实用到布上面那些 因为始终布来说 很容易骚髒 会不会说 对比起 譬如我们经常用的 真皮的梳化 会不会那么好呢 其实如果说 是坐布的梳化 它会比真皮舒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布 它会比较有些棉 不同的纤维去制成 等于穿衣一样 第二就是可以带到 屋子会比较温暖的感觉 还有它颜色选择都会很多 但是它最大的和皮的差别 就是寿命 因为布就没那么短 但如果你说 打理方面上 其实可以脱出来洗 或者市面上 可以买到一些东西 噴上去布上面 是防水的 防水防污 打理上就会方便一点 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说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颗色 坐下的时候 想转另外一些花款 其实在换颜色方面 会不会说比较复杂 现在好像整块布要换 要劳斯动众 要拆掉所有东西 才换到皮 现在做的所有梳化 做出来 要去换另一颗色 会比较方便 因为它已经全部做到一些拉链位 拉链位 拉链位 好像跟它换床单 跟它每个位置 拉开拉链 脱出来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皮来说 现在有没有这些技术 皮可不可以这样做 皮就不可以了 因为皮有很多位置 因为它需要 摸在木架上 但是皮就不可以 随意拆出来 比如说现在 现时来说 都是流行哪些物料做梳化多 都是分这两大类 一个是皮和布 但是似乎每个人喜欢 可以分开每一种布料 怎样可以令到它们的寿命会比较长 使用方面 使用方面 有个小小提示 如果想拆出来洗 可以反转布套 反转它来洗 对 反转它来洗 让它少一点磨擦 总之反转它就最方便 最安全 反转它洗完 或者定时定后 偶尔去换第二个套 让它的寿命可以延长 有没有说 其实沙发放在家 会不会适宜和不适宜 放在哪些位置 还是不要让它用阳光晒到 有没有分这些 有的 其实如果说皮和布都一样 不要直接被阳光晒到 因为直接晒下去它们会褪色 会褪色 所以如果沙发会是近窗 最好就下一下脸 遮着地挡着太阳 很多朋友说 其实我也觉得坐真皮沙发是很舒服的 有些朋友说 但是有时会感觉到 它们的味道比较厉害 其实在坊间来说 有什么方法 可以说 就算我坐一张那么舒服的沙发 可以尽量减少这些气味 有没有什么产品 可以说噴了上面 没有那么大阵的味道 有没有 应该就没有 不过本身它可能 一上来的时候 可能会大阵的味道 因为可能刚刚做戏 其实放了一段时间 那个味道也会开始淡 有些人说 用皮的一些物料的沙发 有些人说 吸了我们人的气之后 就越坐越舒服 越坐越软 其实会不会说 因为坐到它软的时候 会令到它们的物料都会改变了之后 令到寿命都会慢慢因应回 会说打理上面 都会再花多些功夫 其实皮为什么会越用越漂亮 因为它会有弹性 它一直会贴身一些 会坐得 但是你说的寿命 它可能会 因为刚才我所说 它坐下去可能会軟 所以最好选一些可以换的 选一些换的 或者有些家里有小朋友 其实建不建议大家 好像有些小朋友都很喜欢 上去跳 跳来跳去 其实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如果经常被小朋友这样跳的时候 其实沙发就是用来坐的 设计上承受的力都是坐的 但是控制不了小朋友 很活配地在家里跳来跳 所以就是这些拆得换得的款式 就会配合到时间的寿命可以长一点 相信大家听到Fanky说了这么多 你的梳化和梳化物料上的一些知识之外 深水清的你 相信在心里都已经知道 想如何去打造一个 合适自己的家居上面 一张漂亮的梳化 我们今次的家庭乐安居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